警方获報前進區文武二路上 有一名酒醉陸島的男子 在路上不停的喧嘩 警方获報之後立刻到場 沒想到這名男子看到警車扣進 瞬間酒醒 拔腿狂奔 警方一路追最後強制將他壓制在地 發現他是一名通緝犯 原來這名嫌犯當時跟友人聚餐結束之後 不剩酒力才會脫序 倒在路上大呼大叫 沒想到引起附近的住戶報警 才讓通緝犯的身份曝了光 因為擔心要入獄服刑 才會瞬間酒醒落跑 沒想到最後還是跑輸了警方 被帶個正著